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羊羹爸爸 最近呢我做了一个LED Cube 现在这视频里显示的就是完成品 其实呢这个LED Cube的配件我大概一年多前就买了 一直没有时间做 这次终于下定决心把它做成功了 接下来我向大家分享一下制作过程 这次这个LED Cube的编长是8 所以呢它总共需要8的三次方颗LED 就是512克 然后现在显示的就是这个LED Cube的原理图 它的主控是由那个Arduino的Nano来做主控的 然后呢有9颗位移植存器 型号是74HC505N 另外呢就是LED用的那个电阻 总共是64颗 我采用了220Ω的电阻 然后每层的那个开关控制呢是通过8颗MPN型三级管组成的 这边用的型号是RN22A 这张原理图的下载链接我会放在收明文件里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一下 我用PCP软件自带功能自动的生成了一张PCB 就是如图所示 这个黄颜色的线呢是PCB底面的走线 然后红颜色的线呢是上面的走线 是两层版 不过这次呢我不打算制作PCB 就直接用万能板来焊接 但是呢整个零件的布局呢我会参照这张图 OK,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是一条简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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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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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